哈囉 又到了悠悠登場的時間囉 在上個禮拜啊 瑤瑤為大家介紹了Wii的遊戲 玩到都忘記了NDS呢 所以這個禮拜呢 瑤瑤又要為大家帶來 Wii的遊戲啊 說到Wii啊 當然就不能忘記 Wii最好玩的特性運動啦 而最適合全家大嫂玩的運動遊戲 當然就是 打遍天下無敵手的 超級瑪利歐棒球囉 好的 那接下來啊 就讓瑤瑤來示範打棒球 一邊啊 為大家介紹這款遊戲囉 準備好要借招了嗎 球要逃出去囉 超級瑪利歐棒球場遊戲中 有很多模式 玩家可以一一玩過 挑戰模式有小小的劇情 可以一路破關 拉攏越來越多的NPC角色 加入豐富隊伍陣容 連瑪利歐的好兄弟壞利歐 都可以一起找來打棒球呢 劇情裡有些角色要打敗他 才會加入 有些呢 則要用特定的人物去跟他對話 才可以找他加入喔 一個一個把隱藏人物給揪出來 後面的模式裡就可以使用他們 進行遊玩囉 連大壞蛋庫巴 以及大猩猩都可以操控呢 在劇情的最後啊 要跟壞蛋庫巴 來一場世紀大對決 什麼絕技都使出來了耶 真的是超拚命的啦 而打通關之後 其他模式裡 都可以使用各種的角色 而每一種角色呢 都有他的特殊技 像瑪利歐啊 他的火焰打擊 野手要接球的時候啊 可要特別小心喔 不然啊 可是會被火燙傷的呢 好啦 接下來 瑤瑤啊就要繼續為大家介紹 其他更多的內容囉 瑤瑤啊就用火熱的球方 好好關照關照一下對手囉 除了特殊機 這款遊戲還可以多人一起投呢 最多四個人同時和電腦 進行強力對決 還能用默契和技巧 施展合體技往上跳 把高高在上飛得老遠的全雷打擊 抓下來呢 讓女朋友不會變心移去不回喔 哎呀 你怎麼被冰起來啦 這樣我跳不上去了啦 玩家玩得火熱的時候 可得小心球場的背後呢 偷偷地硬你喔 每個球場的特性都不同 不僅要注意滑倒的球場 甚至還有火車會開進去的場地 球還沒接到就先被撞到撲乾 好危險的呢 除了棒球遊戲之外 還有其他九種小遊戲 跟棒球遊戲一樣的要決 就是要抓準時機 用手腕來擊退食人蛙 炸彈還有來勢洶洶的木桶 抓不太到時機的玩家們 可以多試幾次 如果再不行的話 就要和瑤瑤一樣 用數量來取決勝負囉 像是瑤瑤現在在玩的 就是把球打向木桶和炸彈 免於被攻擊的小遊戲 這關的時機特別難抓 害瑤瑤一直被攻擊 兩三下就掛點囉 不過沒關係 瑤瑤發現一個秘訣 就是拼命的發球 以數量來取勝 最後終於闖破這關啦 達成目標了耶 喔耶 其他像是擊退食人花的小遊戲 看著那朵恐怖的小花 搖頭晃腦的 像是在笑人打不到他 氣死了啦 不由得就拿起手中的控制器 丟出手裡的棒球 用阿明哥的強力森卡球頭 連左右都能控制 看你怎麼閃 打完球了 玩家們有沒有覺得運動到啦 如果沒有的話 就趕快來試試這一款 一個人可以獨佔全場打不停 呼噴引伴也可以進換的遊戲吧 但最後呢 瑤瑤要提醒各位玩家們 還來得及參加我們 數位遊戲王的PSP大放送活動了 我們將會送出 三台金屬籃的PSP 玩家們只要寫下通關密語 寄到以下的E-mail 並注明你的聯絡電話 地址還有你的姓名 就有機會參加抽獎囉 在下個禮拜的節目中 瑤瑤將會抽出 三位的幸運得獎兒 玩家們千萬別錯過啦 好的 瑤瑤之後 還會繼續為各位玩家們 帶來更多的遊戲資訊 我們下週見囉 進來數位遊戲王的瑤瑤 不只主持功力好 迷人的外型和完美的身材 每次在節目播出後 往往引起熱烈討論 加上線上電完整的代言 人氣直升呢 於是PPP為了滿足 廣大鄉民的好奇 特別專訪了我們的瑤瑤 以下來看看瑤瑤專訪的 一小段過程吧 我的三大號152 其中是12公斤 我的年齡嗎 我今年剛滿足她 謝謝 如果想要知道瑤瑤專訪的 全部過程 可以到PTT的廣播台 瑤瑤的全程專訪 將會在教師節 特別節目裡播出喔 另外錯過的朋友也沒關係 PTT也有網站讓大家知道專訪內容 網址是 Fans可別錯過囉